另外APEC会议即将在俄罗斯登场 结果呢 这名单里头赫然发现了一个人 就是最近话题不断的行政院发言人胡又伟 那APEC到底关胡又伟什么事呢 另一位质疑 难不成他是假考察之明行玩乐之实吗 而且胡又伟还带了自己的基要秘书前往 两个人总共烧掉外交部16万 甚至呢 这个传闻 说行政院长陈冲刚开始还不知道他要去呢 就问外交部长杨靖天说 那胡又伟到底去干嘛呢 对你了解 国民党容易主席连战即将代表台湾出席第五届APEC 不过随行名单里竟然发现还有行政院发言人胡又伟 APEC场合胡又伟任务是什么 立委质疑 非出国根本毫无用武之地 连战先生是总统府特命参加APEC 即使要有发言人去 也应该是总统府的发言人 关胡又伟什么事 所以我们认为他夹APEC之名 要去寻旅游之时 要去插头了啦 传出胡又伟主动伸手向外交部讨名额 还带自己的机要秘书随行 但飞到俄罗斯 两人机票少说九万三 住宿费也可能高达七万元 胡又伟加秘书预估会烧掉外交部 十六万五千六百元 被立委批评花公堂旅游 而且传出行政院长陈冲一度不知情 还问外交部长杨敬天他为何要去呀 隔天立刻约见胡又伟 陈院长当然知道 那不然陈院长 我的假单就是陈院长批的 那整个国家事情 当然跟行政院有关系 怎么会没有关系呢 八号九号 连领就代表连的两天整天的会议 然后十号一早就回来了 我请问一下 有没有私人行程的空间 没有 过去有新闻局长到APEC去 只有一个例子 是江启臣 但是江启臣他本身具有APEC的研究人的身份 所以他去了 对整个APEC是有帮助的 那显然胡又伟也没有江启臣这样的背景 胡又伟澄清自己责任重大 要帮连战办两场国际记者会 但经济会议老板陈冲都没去了 也难怪立委质疑 胡发言人到底去干嘛 三天新闻 李正道白乔英 台北超报道 李正道白乔英